你看这个又结果了 这个东西呢叫虎伟天门东 前年的时候卖的特别火 去年前年我卖了很多 很多花蕊从我们家买过 不知道你们养的怎么样了 反正我们这个是长得特别特别的 这个根系已经长得特别特别的满了 又拔不出来了 前段时间拔过一次 我跟老幼在那拔 实际 我再试试啊 看能不能拔成 该换门了 看 根系长得很棒的 它是喜阳又耐阴 也开花 开那种小白花的结果 结果先前一开始是绿的 后来就是这种红的 一般是在气温比较凉的时候 结果开花明白吗 你看夏季高温它也耐得住 它一般不紧 冬天的时候要做一下防寒的 一般来说呢 是在五度左右以上是比较好 低于五度呢上面都容易冻伤 如果说低于零下多少度了 那下面也容易冻伤了 尽量的维持在零上会比较好 也就是你有没有暖气 都可以盆栽 光照好一点差一点 这个无所谓 浇水的话呢 还是那句话 摸摸盆土 不甘然就尽量不浇 你浇的多了 它就会烂 很好养 很爱活 很洗肥 很洗光 也很耐阴 也比较耐寒 你长起来多好看 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怎么会养不活 有话说老朋友 你什么时候上架再卖 过几天就有了 过几天就马上架了 就这两天给大家提前种草一下 好活 好玩 有话说 这个种可以种嘛 你们可以试一下 应该是可以播种的 但是我们没有去尝试 今年我们也可以去尝试播种一下 这里面这个种子 还长得比较成熟的 黑黑的这种 对不对 可以去尝试播种 玩嘛 有话怎么繁殖 应该就是播种繁殖的 当然了 我们一般是靠分 还有组培 很少去播种 懂那个事就行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语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知识 白了错吧